這裡是香港電台 新編嶺南掌故 《海盜傳奇之夜》 徐阿寶第二回 是由何楚雲編導 楊普戲編劇 劇中人 由曾永強飾演煙唱 李學斌飾演徐阿寶 姚秀玲飾演許月園 丁欣飾演許舞 譚翠蓮飾演馮三嬌 盧韻賢飾演阿銀 王浩義飾演許桂 新編嶺南掌故 《海盜傳奇之夜》 徐阿寶第二回 現在開始 《海盜傳奇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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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好定了,我一定能幫你 三姑娘,你快去幫我求情 否則,萬一大哥宣佈了,那神仙也沒得救了 你這隻燕鎮是有點困惑的 大哥,有人說你要扔張下海,是嗎? 你也知道,阿嬌,上次他不肯戒煙,已經是第四次了 本來我已經想扔他下海了 後來有人代我向他求情,我才寬閒多一次 我說如果第五次他都不戒煙,我就殺他 現在第五次,他又想叫你求情,我不聽 大哥,吃鴉片煙就是討厭一點,不過要斬頭過分一點吧? 這個規矩聲明在先,所有兄弟都同意 不是我一個人的主意,大家都知道 唉,只是這樣說,其實都是你定的規矩,大家沒辦法 有誰一定要幫助煙精?阿嬌,為什麼你會幫他? 我不是幫他,不過我覺得這件事太過殘忍了 阿昌又不是犯了什麼死罪,因為吃鴉片煙就要死,似乎殘忍了 你試看看,不知道多少人吃鴉片煙,而且官府都沒有禁止人吃鴉片煙 而且還在其他地方找鴉片煙給人吃,就算煙精是土焰,也不用死 唉,我告訴你,上了鴉片煙的人,即是廢人 如果是有錢的二世祖,有福氣的大老爺,那吃鴉片煙就沒什麼相關 但是混我們這行就不同,我們是做大賊頭,做殺人放火打劫的事 不只要出力,還要出血,不一定要有強健的體怕 要比較普通人精神多幾倍,氣力多幾倍,才不怕死 一個人吃鴉片煙之後,就變成半個廢人 有錢去享福就可以,在海上發財就不容易 所以我們發誓不吃鴉片煙,我們要精神百倍,這樣才可以打贏人 我要嚴禁大家上鴉片煙的人,都是為大家的安全著想 阿喬,你想想,如果個個伙計都上了煙人,怎麼打仗 難道吃飽鴉片煙才要開火炮? 我徐亞寶橫行七海四五年,沒有一次打輸給人 就是因為我所有的兄弟都不吃鴉片煙的 大哥,我知道你句話都說得很對 煙精的確是不打得仗,不過殺了他,太過了一點 還有一點我還未告訴你,一個人變成鴉片煙精之後 自自然然就不會講義氣,只要有煙食,老母都可以買 我們出來撈,最怕人不講義氣,所以殺他就沒錯 唉,生歐歐一個人來的,你怎麼可以把他扔下海? 寧願被官兵打死他就好地地,大家同撈同煲,太忍心了吧 唉,我還不容忍他?如果我不容忍他,他第四次戒煙戒不成,我已經殺了他 難道第五次戒不成就要殺了嗎? 難道還給他第六次機會嗎?有第六次就會有第七次 有第四次,當然有第五次了 唉,那就是叫他吸一輩子鴉片煙 大哥,你這次可以抓住他,關他在水爐下面 鴉片煙就沒得吃,鹹水就有得他喝 那隔久一點,他不戒也不行,是嗎? 每次他都戒了,不過戒了可以吃回來 你可以向大眾宣布,這次是最後一次 如果再吃回來,就誰都沒有人情說 唉,好了好了,阿嬌,反正我也不想殺他這麼快 給他多一次機會 你這樣做,人家會對你好些 不過這樣,如果第六次他都戒不成,我就不開聲 也不會特別向人宣布 我會暗中就把他推下海 然後告訴別人,他自己失足跌下去 那大家都不會替他難過 你這樣說,即是暗殺他了嗎? 是,是暗殺 為甚麼我早就想不到 早點想到,就不用那麼多麻煩 總之你這次不殺他就可以了 三姑娘 阿嬌,謝謝你救了我的命 阿嬌,如果你再吃鴉片煙 那你的命就不長久了 好了,我救了你的命 那你還不說一下寶上岸找女人的事給我知道 阿嬌,三姑娘 阿嬌,我只是聽到這樣的消息 阿嬌,如果不斷困住我在水爐 又不讓我上岸,我永遠都查不到 讓你上岸買鴉片煙? 阿嬌,不是 我一定要上岸,才替你查到那個女人是誰 阿嬌,你上去,一定有吃鴉片煙的了 阿嬌,我放你上去,不就是害死你 阿嬌,你說不吃兩口就假的了 到處都有鴉片煙管 阿嬌,斬了你腳下來了,你也要先享受一下 那我就是害了你 阿嬌,你整天都說吃鴉片煙有害 講來講去都是三副皮 不是吧,寶哥跟我說 他說這次就聽我說話放了你 但是如果第六次知道你又吃鴉片煙呢 到時他又不罵你,又不抓你 阿嬌,又不當眾宣佈這件事 阿嬌,想不到大哥都化了 他說,禁鐘用火槍打死你 然後就說你的槍走火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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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這樣對我來說 或者呢,就推你下海,說你失足跌下水 那,那,那,那也有的,真是可憐了 為什麼他又不說聲呢 他說如果說聲,就會有人向他求情 不如一知道你又再吃鴉片煙的時候 就殺死你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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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 那,那,那我槍條命真是冷過水 哎呀,這張啊,不嫁煙都不行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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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嬌, 你看我的化妝化得好嗎? 好, 徐大哥, 你又上街了? 當然了, 難道化妝演戲嗎? 沒有人認得我吧? 整個太子野二世祖那樣 這兩片鬍子十足真的一樣 徐大哥, 就算你化妝化得像 那些熟人都會認得你的 熟人未必認得我的, 除非我開聲 但我見到那些可疑人物, 連聲音都變了 哼, 你化了灰, 我都認得你 你又怎同, 我會變聲的 你聽聽吧, 老婆也聽不出我的聲音 何況你又不是我老婆 哼, 你不用在這裡騙我 我知道, 你上街去找老婆 哼, 我哪有這麼好閒心 我冒險去香港, 只是打探貨船旗 你明白吧 那隻船除了我之外 就沒有人可以做包打聽這些事情 他們連英文字都不懂得過 別說不會看倉單 連船名和什麼時候開出 什麼時候拍案都不懂得看 阿嬌, 你以為我想冒險嗎 迫不得已 而且我又要跟省城下來的人 接客買軍火 我不上街又怎行 哼, 你上街這麼久, 我就擔心這麼久 我上岸這麼久, 豈不是擔心這麼久 以前我只是擔心你 怕被香港的警察看到 但現在又擔心多樣了 嗯? 哪樣? 擔心你去找美女 嘿嘿, 拜託你不要這麼喜歡吃醋 叫… 男人出門, 奉唱作卿就少不免了 總之我記住你就行了 徐大哥, 你找個妾士回來 我還可以忍受一下 但你要我做妾士 找個大老婆回來, 強行逼我做阿耳 我死都不肯, 先說明吧 我又沒有叫你做阿耳 那為甚麼你不肯替我派天候娘娘 你這樣做, 我一天都躺不正 好了, 現在不要說這些事了 先說大事 對我來說, 最大件事是請兄弟喝杯喜酒 定下我們的名份 唉, 拜託你不要這麼哆嗦 你現在當然嫌我哆嗦 你隨時都可以不要我 但我這一輩子都不嫁給別人 我和你出生入死, 同撈同煲 我怎會不要你呢? 不過你最重要是不要整天都喜歡吃醋 哼, 我有甚麼資格吃醋 好了好了, 不要哆嗦 我今晚就上去了 那你去多久? 最多兩、三晚 一查到船旗 如果可以下手, 我就馬上回來打點了 那你快去, 快回去吧 唉, 行了, 行了 叫人開艇來 喔, 是呀 你上街住在哪裡? 我習慣住阿銀的住家艇 那個阿銀知道你的事嗎? 他只知道我叫徐大少 唉, 徐大哥 嗯? 其實你都應該找一間屋住的 唉, 你以為我很喜歡睡阿銀的艇嗎? 不過睡熟了, 他又沒有私疑我 我又利用他的艇 遊艇可了 那我才看到貨船停在海面 阿銀的兄弟又是做等船工人 他們知道有甚麼貨, 所以我一定要找阿銀 阿銀 對了, 那個銀是甚麼年紀的? 唉, 你放心吧 雖然他還未夠三十歲 不過是豆皮妹來的, 嫁不去的 送給我都不要, 行嗎? 那我就安樂點 阿銀 雖然那 安安 誰叫我 我來我去這邊 拍過來 大爺 很久沒來幫襯 怎麼這麼晚才到 我在省城趕出來 你怕我的艇不漂亮 不幫襯 我就是貪你的艇乾淨 好過住客棧 我是個水客 經常住客棧 住得厭 所以我一埋香港 當然是住艇 我喜歡游艇可 大爺發財 賺三餐 米這麼貴 賺三餐也不容易 我看你很容易賺 如果每個客人 像你這麼闊老 我真的會發財 但沒有其他客人 像你這樣那裡 唉 我的錢來得意 大家花又怎樣 你也知道我喜歡游艇可 是啊 我再去游艇可 對了 最近貨船到得多不多 你看海面 一眼就見光了 嗯 給大哥做等船 好不好生意啊 不要看了 又不是你那樣 啊 最近那些是甚麼貨多呢 沒有甚麼貨入倉的 噢 那那些是甚麼貨來啊 多數都是些很值錢的貨物 你明白的啦 那些貨物值錢反而不用入倉的 那那那些工人 沒工做的啦 噢 值錢的 甚麼貨那麼值錢啊 那 鴉片煙是值錢的嘛 嗯 大哥說這隻由黑的船 是在鴉片的喔 不知道運去哪呢 這隻船從哪裡來的 由新加坡來的 當然是運去省城內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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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這麼多做甚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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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省整些鴉片煙啊 不夠啊 那些人在這裡釣煙龜 我舅父說 有煙賣也很貴啊 想說香港就早點運些煙下去 那他們有便宜的煙食啊 喔 那不會這麼快開的 啊 你怎麼知道啊 我們多數都知道的啦 他們將近開新呢 你當然是上了很多淡水、青菜、魚肉、白米粉麵 是呀 阿銀呀 這兩天我都租了你的艇 不要租給別人 你大爺來了 我怎會租給別人呢 你住一晚都給十萬的錢 就算你不出聲 一兩天不回來 我都不敢租給別人 那你就懂事了 你真是好東西 徐先生 很久沒見了吧 是呀,許大哥 今天你又來找我妹妹嗎 是呀 我帶了些禮物來送給許伯母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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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我帶來送給你 幾個月都見不到你一次 何時才等到你第二次 不如提前一點 徐先生 這段時間我的手褲很不順 被人追到債就追到瘦 我看徐大哥的樣子 好像在釣鴉片煙人 是不是呢 鴉片煙吃不吃都很閒 最怕債主追債而已 人家最多都是信你一兩多錢 衰起上利 幾錢銀都沒有 我又忘記帶禮物給你 不如這樣吧 送二兩銀過你 你自己去買吧 多謝吧 對了 我妹妹在家 你進去吧 喂 你現在這麼急趕著去哪 我媽出來了 我走了 你這個臭小子 又拿人家的錢 包母 徐先生 你不要給錢給那個賭仔 我又忘記買禮物送給他 給錢他買鴉片煙而已 你看他一口水都流了 那個臭小子真的沒用了 正一是火麒麟 樣樣都對 包母 你的禮物送給你和月圓 哎呀 多謝了 為什麼又花這麼多錢 剛才一節新編領南掌護 海盜傳奇之夜 徐亞寶第二回 是由何楚雲編道 楊普戲編劇 現在已經播放完